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昨天下午是來到了顧香新竹舉辦新書發表會 不過現場最大亮點是他的妹妹柯美蘭也來了 而且當場喊話了說希望哥哥幫他站台 在新竹舉辦新書發表會才剛踏入會場 就看到粉絲朝自己飛撲還送上大大擁抱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嚇得拍拍胸口 但這表情怎麼跟他一模一樣 拿可達鴨要簽名 新書讀者分享宛如粉絲見面會 還有人拿Q版漫畫柯文哲通通來者不拒 平均八秒簽一本 連合照都講究SOP 不過現場最大亮點是他 包妹柯美蘭特地到場 人氣跟哥哥一樣高 在簽書會旁邊排起一條合照人籠 我拿我柯的書來簽 下次你也出書 然後叫朋友給大家簽 你自己也要簽嗎 你自己我多好看 你吧 忍不住虧了一下 展現兄妹好感情 直播當前藍白和局勢混沌 柯文哲不排斥當公共財 服選國民黨小雞 同樣要選立委的柯美蘭 但不擔心柯文哲幫對手 正正前站台 我哥哥一定會幫我的啦 你想也知道嘛 勤理法 勤理法的一個做法 不可能說氣妹妹於不顧 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 你也會找柯董諾的事 那些嗎 如果他願意幫我站台 我都覺得很棒 你要順便幫他拉票嗎 柯美蘭有五黨籍參選 試圖吸納中間選民 力求選票最大化 但有柯文哲光環加持 卻沒有民眾黨澳元 還得看這個選戰策略 會在新竹造成何種化學效應 記者人最提議是學華劉靖聰報道